美国受灾最严重的两个地区已提高了喉斗疫情的境界级别 星期四旧金山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在加州附近800多宗病例中,该市占281宗 这宣布能使得卫生官员获得额外资源 来应对纽约州有近1400宗病例 星期四亦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有78个国家报告超过2.1万宗病例 几乎所有病例都不是在该病毒流行的西非或中非地区 世界卫生组织上周末将威胁等级提高到最高级别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 美国病例数量已接近500宗 联邦政府还未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但星期四宣布计划再发放近80万剂的猴斗疫苗 美国卫生官员表示 他们已经分发了34万剂的疫苗 但很多地区报告说 由于疫苗供应短缺 他们不得不将病人拒绝门外